一台机器形状怪异却又呆萌可爱 全自动翻扒装置解决养殖大难题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随着国内养殖业的不断兴起 臭味似乎成为了它们的标签 为了能有更好的养殖环境 养殖户们开始用一种名为电料的物料 铺设在压棚中 圈个有用 电料 电料的主要成分是锯末 在里面放了一些一生复合菌群 这些菌群可以很好的附着在压粪上 从而起到分解臭味的作用 电料如果长时间堆放在压棚中 则会出现板结的情况 无法起到真正的除臭效果 因此需要人工进行定期翻扒 传统的养殖模式 翻扒时比较容易 但是为了能让鸭子有更好的存活率 很多养殖户实行高网养殖 通过支架和网 将家禽放在空中饲养 粪便就可以随网床冲洗到地面的电料上 由于这种复杂的结构 电料则难以翻扒 以水的刘师傅看到香气们 因为翻扒作业叫苦连连 他就决定发明一台物料翻扒机 全个有用 物料翻扒机 物料翻扒机使用汽油 为机器提供动能 通过链条传动 实现变速箱的转动 动力到达输出轴后 带动悬梗刀起悬梗作用 做好的翻扒机在实验之初 确认了声 在门口一动不动 经过刘师傅的紧急处理 翻扒机才开始作业 结果豁不单行 翻扒机不断撞击墙面 到达终点后又无法回头作业 机器最终以失败告终 不服输的刘师傅决定重新研发 历时两个月 机器焕然新生 不仅增加了倒挡装置和感应器 装到桥面是可以自由撤回和调整位置 非常的方便灵活 线性翻扒机将前进和翻扒区分开来 两者各似其职 机器不仅完美地实现了翻扒作业 也可自由穿行 作业效率更是传统翻扒作业的十倍 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 刘师傅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为她的善良之介